这位爷 您点的东西到了 我们先生何曾点的东西啊 是刚刚那位爷帮您点的 请你小心 你去前堂等燕林 人到了以后带到后门来 九楼人对眼杂 别再揭发生殖 是 别动 否则我杀了他 你 宁儿姑娘 你认识谢卫 此人八成是冲着谢卫来的 亡命之徒 我可不能牵扯进去 谢 谢大人名声显赫 荆州神人不知 小女子只是路过此地 还请壮士万物冲动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闭嘴 宁儿姑娘于谢某 有救命之恩 且他父亲与我交好 壮士既然对我心有不满 又何苦伤及无辜呢 说得好听 你这狗怪效忠的狗皇帝 害我一时不少 难道就不是伤害无辜了吗 阁下果然是贫南王的人 我可真够倒霉的 几次三番怎么偏叫我遇上他 这贤卫冷血无情 言语之间只想着试探 只怕不会顾我性命 贫南王的势力不在京中 可今日来 却几次三番在京城作乱 难道是朝中有人接应 还暗中将矛头指向永逸侯府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谢威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这样拿逆挡 谢某在拿逆挡 与救恩人之间 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想来一时也不愿命丧于此 若一时愿意放走的婴儿姑娘 谢某可以命人取来令信 打开城门 送一时安然出京 你会这么好心吗 谢某之品信一贯如此 要想护他性命 便拿自己来换 我嫌你出城岂不更好 否则 我现在就杀了他 医师 医师 你 我 我能复唤个条件 他是朝廷命官 他才会为了我 少废话 我数十个数 如果你还没考虑清楚的话 不必输了 请阁下送他过来 我来挺 他竟愿意救我 不可能 下位绝不是心有侧影之人 更不可能任由这逆挡逃脱 一定 一定还有后招 糟了 谢某这死 果然不顾我性命 他不会还想一时二鸟 杀完灭口吧 不管了 胆大包天 总比死在这儿要好 啊 神经病 我身为赵 救命 救命 死 什么事 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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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刀 試著 獅神帶去給陳瑩 另外 今日他來之事 不要聲張 是